若是俄乌战争就是现代的战争 它的一个特色是它的死亡的人数 没有过去的战争死亡人数那么高 但是随着我们刚刚所说的半年之后 复仇的心越来越强 很可能它开始会针对平民进行攻击 这个时候平民的死亡人数就会大幅增加 我们来看第一阶段 在半年下来平民死亡的人数是5587人 其中不幸有362人是儿童 其他人当然也很不幸 乌克兰的奈米英总数是高达685万8825人 这是欧洲邻国的数字 我们根据的是OHCHR核实指出实际数字可能来得更高 乌克兰奈米前十大主要流向的国家 第一是波兰有133万8339人 第二是德国是96万 这个数字很重要的原因是波兰相对也是一个穷困的国家 乌克兰奈米来到这里其实不会找到太好的工作 捷克也是他41万人 意大利是15万人 在欧战100天里头 我们看到一个对他的经济制裁 我们这场经济制裁呢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说 他证明了经济战争用处并不大 俄罗斯的石油仍然前十大进口 我们来看 以石油第一个是中国 中国在这一次开战之前 俄罗斯就和中国签订了30年的能源合同 这使得中国成为这一次俄罗斯战争里头最大的受益者 他可以用相当便宜的价格买进俄罗斯石油 再来是荷兰 荷兰的数目也很高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再过来是意大利 再过来是德国 当然这些国家是因为不得已 土耳其 还有一个国家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也是高度买了俄罗斯石油的印度 印度的说法说 我们以国家的利益为优先 他并不在乎美国和他之间的印太框架等等 或是亚太的战略 再过来是韩国 南韩 再过来是法国 波兰跟希腊 如果以天然气用管道来看 最高的当然是德国 意大利 土耳其 波兰 保加利亚等等 中国在整个天然气的管道里头也相当的高 其他都主要是俄罗斯下来主要的一些东欧跟西欧的国家 欧战 俄罗斯有一些LNG 液化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主要是在远东地区的 那主要的国家呢 也有在欧洲地区的主要国家是法国 Belgium 比利时都比较远的地方 我们注意到第三个国家叫做日本 因为它主要就是有一个萨林二号 是跟日本合作 日本现在态度很清楚 基于它国家也是能源短缺 而且它的可能被迫要恢复的情况里头 它仍然要跟俄罗斯继续做生意 另外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底下 另外一个是台湾这个国家 台湾买的液化天然气还高过于韩国 来回答文心事业周报欧洲版